今天跟大家讲讲接发球的时候怎么去判断旋转 我们说判断旋转一个是拍面 另外一个是接触球的位置 如果我们的拍面是立的 我们拍面是立的时候我们不往下砍 我们的球是上旋 如果我们拍面是平的往下砍 它肯定是下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接触球的发力方向 你看我是往下发力球肯定下旋 我是往前发力的肯定是上旋 这两个大家要清楚 你不管它的动作怎么样 我们看看某某国家的运动员发球 这样子发过去 不管它怎么搞 它接触球的那一下看清楚就可以 还有我们一个是高抛发球 高抛发球也是你不管它抛的多高 它接触球的那一下它产生的旋转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像国外的德国一个运动员 它是这样子去发的 它这样子就上旋了 它这样往下就下旋 所以说一个发力方向一个拍面 只要你盯准它接触球的那下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这样 你看上旋 一个是下旋 一个是下旋 一个是上旋 它往前送了一下 接触球的侧面 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然后的话在下一节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判断球的弱点跟长短